3.4.3 我們要來講一下多變的聲音 那我們說聲音 它基本上它怎麼產生呢 藉由在介質中快速震動來產生 所以我們發音體的不同 像各位剛剛看過鋼舌骨 小提琴 甚至於我吹的塑膠袋 他們其實都是一些震動的發音體 所以只要你的發音體有一些特徵 你就可以吹出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對於聲音來講 對於聲音來講 我們可以用敲幾的也可以用吹的 讓它的聲音不一樣 所以像在這裡 課本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就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用湯匙去敲杯子 那這個杯子有裝水 那這時候你敲起來它一定會發出聲音 但是如果你們用吹的 吹什麼呢 吹杯子或是吹寶特瓶 它也會發出聲音 可是你用敲的發出來的聲音 跟用吹的發出來的聲音會不太一樣 為什麼會不一樣呢 因為你用吹的時候 你用吹的這個時候震動的主體是誰呢 是這一段的空氣 所以你用吹的這一支飾管吹出來會比較高音 OK嗎 所以這一支飾管的音調會比較高 但是如果你用吹的這個呢 比較長 所以這個反而會是怎麼樣 低音的 OK 好 但是如果你用什麼呢 你用敲打的 你用敲打的話 這時候你會發現 這一支 因為你敲打的時候 它整個震動的 它會用水來震動 所以這一個聲音反而會比較低 但是你用打的這一支的聲音 反而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說發音體的不一樣 它就會造成它發出來的頻率不一樣 發出來的音調不一樣 所以我們說那聲音呢 如果呢 仔細的去分析它的話 我們的聲音呢 會有什麼特色呢 所以這裡我們要來講一下 聲音的三個要素 那聲音的三個要素呢 第一個當然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響度 那什麼是響度 來最直接的東西 響度它最直接對應到的就是能量 所以你能量越大 你的響度就越大 響度越大 你的震幅就會越大 所以對於聲音的單位 我們的習慣性會用分貝來表示 所以在這裡特別記一下 我們說分貝是聲音的單位 那分貝我們來感覺一下 零分貝我們聽不聽得到 零分貝很特別 零分貝是我們可以聽到的最小的聲音 像有一些小說會寫什麼呢 雪掉在雪地上的聲音 形容這個地方很安靜 雪掉在雪地上的聲音 我們其實可不可以聽到 可以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那個就是我們可以聽到的最小聲的聲音 所以如果我們把人類可以聽到最小聲的聲音 把它當作是一個什麼呢 能量的數字的話 所謂的零分貝它指的是什麼呢 所謂的零分貝它指的激數就是1 它的能量激數就是1 所以當它到10分貝的時候 它的激數就是大10倍 所以當它20分貝的時候呢 是多少呢 它20分貝的時候 實際上它的能量是100 那30分貝的時候能量是1000 所以基本上它這裡呢 是一個什麼呢 它其實是一個指數型的單位 所以音量它就是一個指數型的單位 所以像我們現在一般講話的聲音大概在哪裡呢 大概在70分貝左右 我們上課我這樣子不用擴音器 大概是在70分貝 所以它是10的7次方 OK嗎 可以齁 但是如果你們呢 我在上課的時候你們還在吵 這時候我就得用更大聲 所以如果測出來是80分貝的話 代表怎麼樣 我消耗的能量得多10倍 對不對 所以其實上課會不會累 其實上課很累 尤其還要管秩序的時候超累 所以分貝跟能量有這一個 有這一個換算的關係 所以這個特別記一下 所以像飛機起飛的聲音 大概會落在120分貝到130分貝 OK嗎 好 再來那我們看 那聲音的第二個要素是什麼呢 那聲音的第二個要素呢 就是什麼呢 音調跟頻率 所以音調跟頻率其實就是什麼 我們用的單位就是赫茲 所以呢我們呢對音調高 基本上我們會有一個理解就是什麼 這個聲音很怎麼樣 很尖銳 OK 那如果音調低 我們呢就會說這個聲音怎麼樣 很低沉 OK嗎 可以喔 所以像男生的聲音 會比女生的聲音還要來的低 尤其進入青春期之後 OK喔 好 所以這裡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我們說這個音調有個特徵 那音調的特徵跟什麼有關呢 它跟你發音體的特徵有關 所以你的發音體呢 只要怎麼樣 記住囉 你的發音體只要 輕 薄 短 小 緊 細 這個時候呢 你的音調就會非常非常的高 OK嗎 你的發音體只要輕薄短小緊細 你的音調就會很高 那呢 如果你這個發音體呢 越厚重 它的音調就會越低 或者呢 你沒有崩得很緊 崩得越疏鬆的話 它的音調也會相對來講比較低 所以你們會看到有一些鼓啊 做得很大的時候呢 這個鼓的聲音其實是特別低沉的 但是呢 如果是小的鼓的話 那小的鼓敲起來那個音調就會很高 所以這邊呢 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我們說呢 像人類的聲音呢 大概是在多少呢 90Hz到560Hz之間 OK 人類的聲音大概是90Hz到560Hz 所以像我之前做肯特管的那個音調 大概就差不多在500 在500左右 好 所以呢 我們呢 在聲音呢 在調整上呢 我們也會用這個方法調 所以像中央都 這個你們 你們會不會看五線譜 不會看五線譜的舉個手 國小沒教嗎 OK 會看簡譜12345的舉個手 不會看簡譜的 不會看簡譜的 我跟你講 你科學很OK 但是 藝術的東西也要碰好不好 你要強迫自己碰 雖然藝術以後可能會餓死 但是 科技 所以搞藝術可能真的會餓死 等你成名的時候 大概是死掉以後的事 但是呢 你學科學啊 你去多去看一些藝術的東西 你會發現科學的美 來 所以呢 這裡大概跟你們講一下 我們簡譜啊 對於都會怎麼寫 對於都會這樣子寫 會這樣子 1234567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1 他就會開始點一個點 點在上面 點下面 點上面 代表高八度的都 OK嗎 好 然後再來 高八度的都 對不起 所以 中央 像這一個呢 都吸拉收 都吸拉收 音準不準 抱歉 他就會在下面點 所以呢 我們說呢 中央都呢 他的頻率就是262赫茲 OK嗎 他的頻率就是262赫茲 OK 所以呢 在262赫茲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會幹嘛 我們呢 在調鋼琴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一支262的音叉 然後幹嘛咧 去敲 然後敲下去之後 去靠近那個鋼琴的弦 我們會希望看到他們會共振 會希望看到他會共振 OK嗎 或者是我彈鋼琴 調完之後我彈一下 然後我會去摸什麼 會去摸那一支音叉 我會希望他們可以發聲共振 因為如果可以發聲共振 基本上就代表他們的音準是很接近的 所以呢 你能量傳出來的時候 另外一個頻率也相同的東西 他就可以 很方便的把這些能量吸收起來 所以他自己就會跟著動 所以呢 像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們有人對音樂有興趣 而且呢 有長期在學的話 有打算考音樂班的話 你最後一定會學什麼 和聲對位 這一些東西 所以呢 簡單來講 像會彈鋼琴的舉個手 OK來 鋼琴最常用的和選 是不是董明收對不對 所以董明收 如果你仔細觀察 這一個數字的話 來 你會發現這一組數字 有什麼特性 他們其實是一個什麼 他們其實是一個 系統內的和弦的音 然後如果你用什麼呢 兜跟發 這時候他就會變成很奇怪的和弦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不是學音樂的 所以這你們大概看一下 這你們大概看一下 來 所以那等到高8度的兜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的波長怎麼樣 他的頻率從262變成542 他的頻率 兩倍了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辦法預測 高16度的兜會落在哪裡 有沒有辦法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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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辦法嗎 那理論上應該會怎麼樣 理論上應該要多少 很有可能會是3倍 來 這個東西我不懂 所以這個 你們有興趣 就可以去稍微做一下簡單的研究 去做一些簡單的功課 來 所以看是要上網查 還是用ChatGPT去看都可以 好 來 我們接著來往下看 那除了頻率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呢 音色跟波形 那什麼是音色 那所謂的音色 他指的是 我這個聲音震動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很特別的震動模式 所以這種震動模式 我們把它稱之為音色 就像我們每個人發出來的聲音 都不太一樣 所以呢 如果有人講話 而且呢 是我在寫黑板的時候講話 我基本上可以用聽的 就知道那是誰的聲音 所以就像你接起電話的時候 你也知道這是誰的聲音 對不對 OK嗎 你根本不用看那個來電顯示是誰 你只要接起來 你就聽到你爸準備要開罵了 就你爸的聲音 跨掉 沒禮貌 來 所以呢 我們說這個就叫音色 所以如果你想模仿一個歌手唱歌 模仿的話 你模仿的東西是什麼 沒錯 你模仿的就是音色 你模仿的就是音色 然後呢 像現在啊 AI也挺厲害的 現在有些AI 他可以做到 模仿人類的音色 所以他可以模仿人類的音色 所以他等於說 影像可以合成 連聲音都可以合成出幾乎一模一樣的音色 讓你分辨出來 分辨不出來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不是單純的那個換臉換頭的那一種技術了 然後呢 對台灣來講 最有名的換臉的那一個現在被抓去關了 我沒說是你們說的喔 OK 所以呢 那在這裡大概知道一下這個東西 好 所以我們說啊 像 那我們呢 說月音三教術有什麼呢 響度還有頻率還有 波形也就是音色 那呢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些管弦樂的表演 管弦樂的表演 他們要表演之前 為什麼首席 小提琴的首席 他要出來跟大家做調音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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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小提琴首席要出來調音 不是他的音色最準 是因為我們的發音體 雖然他的頻率是固定的 但是這個頻率固定 僅限於在特定條件 特定環境下的介質 他才是固定的 所以像音樂廳 這個音樂廳的濕度高一點 溫度高一點 或濕度低一點 溫度低一點 他都會造成同一把小提琴 在同一個鬆緊度 同一個弦 同一個鬆緊度 拉出來的聲音會跑掉 OK 所以呢 他們呢 在演出之前 小提琴首席就要負責 跟大家對準 那一條音 OK嗎 所以呢 像有些人那種什麼 有絕對音感的 那個真的是很厲害 那個都可以聽得出來 那一個是什麼 什麼都還是 半音的那一種 來 我們在這裡呢 很快的繼續往下看 那如果你的聲音呢 有規律 好聽 那我們就會把它叫什麼呢 我們就會把它叫樂音 那如果你的聲音呢 大聲很吵很難聽 像老師講話的聲音 就會變成什麼呢 噪音 尤其遇到你上課想睡覺的時候 老師的聲音就是噪音 OK嗎 催眠喔 那你應該要 追蹤我的那個Youtuber 然後呢 睡不著的時候就點一下 耳機戴起來 馬上就睡著了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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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你也不用去看什麼身心科 拿什麼 對啊 去身心科拿那個安眠藥啊 然後呢你要找那個最長的 那個可能看有沒有一次錄一兩個小時的那一種 OK 好 所以呢我們說呢 那像樂音呢跟噪音呢 最基礎的不同 其實就是噪音的分貝其實會比較高 所以來這裡呢稍微知道一下 如果呢我們長期呢 暴露在70分貝下就會開始心煩意亂 那如果在85分貝的環境下 聽力就會開始受損 所以呢 現在就什麼呢 噪音繁榮制法 還有社會維護法 來保障這種品質 所以呢 如果你有惡靈居的話 他的聲音如果沒有超過 70分貝 85分貝 那你要怎麼告他 對啊 你要怎麼告他 你要記住喔 舉證之所在 敗術之所在 所以才會有人在蝦皮上面 賣上次給你們看的 固體傳導喇叭 正樓神器 瞭解嗎 好 所以到這裡這個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 來下個禮拜 我們就要來講三知識 三知識這裡就開始又有計算囉 OK 好嘞下課吧 然後來交代一下作業 交代一下作業 你們試題網應該寫完了嘛 對不對 3-1的寫完了嗎 我沒有出嗎 那我就一口氣出到3-3囉 我就不客氣囉 所以三知識到3-3的屏幕要把它寫完喔 所以三知識到3-3的屏幕要把它寫完喔 шир好 и了 4-3 4-5 4 5 5 5 6 6 5 6